春暖花开,阳光明媚 大家好,我是大虾 最近有很多网友带节奏啊 说要看大虾造人,你骂你骂哄 安排,我们都知道造人需要有床 所以鲁迅说造人必须有床 好,我们按照鲁迅的说法做了床等等 好像不对啊 这个床属实不结实 完全扛不住八级地震 安排,必须加固加固再加固 正所谓固若金汤 我们是固若金床 经过从老王家购买的钢筋架固后 我觉得床结实多了 感觉最少能够承受三个人 或许更多 来,我们现在开始造人 如你们眼前所见 造人先造头 别说他不像 只因为你的审美观有毛病 必须治 不治你是永远不会欣赏这种美 有头有身才是完美的人 OK,有身有屁才是完美的人 我说的是屁股 OK,脚和手 大家就懒得造了 各位自己想嘛 你想把它放哪儿就把它放哪儿 不造也是一种残缺的美 就像维拉斯一样 这个维拉斯是一个雕像 据说没有手 大家都感觉非常的美 不要以为我说的是牙膏 最后一步 我给这两个人一定要安装上隔离装置 安全第一 那我们就采用起落架 需要的时候可以支开 不需要的时候可以收起 完美一张双人床 两个人安全安全 非常安全 关注我 为大家造人点赞